大家好 今天再来看一下我自己搭的这个塑料搭棚 然后呢 基本框架已经搭完了 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就是可能有一些小技巧方面的 今天的前几天是把这个 这个这个弧形的这个拱给搭起来了 然后今天基本上就搭完了 但是有一些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然后给大家做个参考 首先呢就是像上一次说过的 就是说尽量就是这个管 塑料管朝外 如果你这块铁片铁片放反了 放在这边的话 就容易把塑料膜给割破了 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就是说这塑料管得朝外 然后这个朝里 你不管是铁片还是木棒啊什么的 尽量朝里 如果有边角比较锋利的地方呢 尽量有错刀啊什么的 尽量给它错一下 这样的不容易把塑料膜割破 我虽然看那个麦家说 那个塑料膜现在是 我忘了是叫什么了 就说那个 它拿那个圆珠笔去搓都搓不破的那种 现在可能已经很不一样了 然后旁边这个是到时候呢 就埋进去的这个钩 钩的话我其实离这个会稍微远了一些 首先你挖的太近了 就直接挖到这个 这个固定桩的这个下面去了 这样的话固定桩容易冻了 然后把它往外面挪一些呢 然后就可以离 首先是离这个 固定的这个桩会远一些 第二次第二呢 其次呢就是说 它是形成一定的弧度 到时候磨扑下来的话 就是它是会是这么样子 而不是就挨着脚 这样的话排水的话 会稍微离的远一些 然后这边再把它给隆起来一些的话 水的话就不容易进去 然后这是个点 然后呢是 现在看一下我这个 旁边的这个骨架的话 是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这边呢我拉的就是铁丝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经验 然后呢 试一下看那边是和这边 到时候等到铺完以后 看看会怎么样 我们这说好像过几天是会有风暴 就说达到风速达到70公里每小时 因为我这是比较开阔的地方 所以如果70公里每小时的话 这风是很大的 去年时候在这的时候 下了几次暴雨 然后那个啪啪啪打脸上 因为它那个没有树啊 什么都遮挡 所以风特别大 所以就是特别强 那个那个风 风就风的那风感就特别强 然后呢 我首先这边是搭的铁丝 扯的铁丝 为什么要搭这呢 开始我想的可能不扯铁丝的 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别人的 如果不扯铁丝的话 到这都是到时候到这一块的话 都是塑料膜 如果它这两边承受力不够的话 它中间可能就会塌下去 这是为什么要搭铁丝 搭这个骨架的原因 是搭在这儿 但是呢 一开始我可能扯得太厉害了 可以看到这边都已经扯得有点弯了 这个拱都已经扯得往里边去了 然后铁丝呢 它有两种绕法 一个是你绕的话 你绕的话 就可以从下面进去 就是我翻过来 但是我为什么绕在上面呢 绕在上面的话 它可以给膜提供一定部分的支撑 这样的话 那的话 它就膜可以搭在铁丝上 搭在杆上 可能会稍微就好一些 这是只是我自己这么觉得 如果但是我们来看这边 这就是这点区别不一样 然后我搭的这个芦苇呢 然后就搭到里边 这就是和铁丝的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啊 比如说那边呢 那个是 那个铁丝是在这个拱的上面的 这边呢 是在下面的 芦苇为什么那么搭呢 因为芦苇的话 有些转角 它有些锋利的地方 这就是怕 它到时候被割破了 但是呢 我觉得是芦苇的 还是会比较好一些的 它虽然是搭在里边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是 拱一共是6米哈 里边的话 好像是3.7还是3.8米 都没有好像 都没有那么多吧 所以的话到时候 塑料膜从上面下来以后 就到这 到这 这这因为这边 我到时候没当时 当时没算算好 所以我现在站在这边 就是左边右边 这边的话 是要窄一些的 所以塑料膜这边是 我可以看一二三 也是一样的 搭了三个 但是那边是四根铁丝 铁丝 这边其实一共是三个拱 就是三个股价 一二三 这么个情况 这边的铁丝也是一样的 我尽量都给它搭到外面去 如果有条件的话 大家还可以用中间再搭一些 搭得密一些 肯定是越密嘛 支撑力越好 基本上股价就这些吧 然后等到复完膜 然后看看有什么最终的结果 复完膜以后的话 我再给大家更新一遍 然后这呢 顶头的这是 我是让它伸出来了一些 首先留一点盈余 如果到时候实在是不需要的话 是可以给它切了就完事了 我伸出来一点的话 我的打算是其实是把它给 担心把那个塑料膜给顶破了 但我就当时要拿一个塑料瓶 把屁股给割了 然后套上去 这边扎上 这样的话它就不容易 如果试一下这样的可以的话 就这么这么操作 如果不可以的话 我就把这个给切掉 切掉直接扔掉就算 然后磨一下 好 这就是大概这样的这么一个股价 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星期四 星期四磨来 但是说是会下暴雨 下星期天晴 我们就等下星期都贴上去以后 然后看一下距离情况 好我们下次再见